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美西时间7月6日 欢迎收看本期的万维独报 我是Jennifer 新冠疫情爆发以来 中共先把六吻改成六宝 近日中共副总理刘鹤提出了经济内循环的说法 按照刘鹤的表述 一个以国内循环为主 国际国内互促的双循环发展的新格局正在形成 有分析指出 刘鹤所谓的经济内循环 说白了就是闭关锁国 这也是当下面对四面楚歌 中共掩盖束手无策的一种托词 据报道 就在今年4月中旬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首次提出六宝以后 6月18日 中共副总理刘鹤在发给上海陆家嘴论坛的文字稿中称 一个以国内循环为主 国际国内互促的双循环发展的新格局 正在形成 随后一篇网文引发关注 该文章探讨中共接下来可能采取的措施 其中提到准备启动经济内循环 以及对战略物资及民生产品实施战时计划经济 限制居民出国等 该文章提及 中共准备进行边境管控 计划经济的实施内容包括粮食储备和生产 肉蛋潜于奶果蔬的生产 以及对水 电 气 通讯 燃料 交通 实施国家暂时统一管理及调配 企业要检查原材料供应 寻找国内买家 提前考虑增加生产民生产品 针对个人 中共或要求个人尽量不要出国或尽早回国 随后不久 上述网文在大陆媒体和博客均遭下架 但是不少细心的网友发现 上述网文中提及的中共可能管控了几方面内容 最近大陆都陆续出现相关政策 比如粮食 中共最近要求各地种植果树的农民改种粮食 称可以提供补偿 这说明大陆粮食储备并不充足 甚至缺粮 对于企业 疫情发生后外资纷纷撤离避线 海外订单大减 出口下滑 中共有关部委纷纷下文 称鼓励和支持出口转内销 在个人和家庭方面 最近两年已经传出中共收紧护照的消息 近日也有消息说 中共已经开始逐渐收回公民护照 甚至停办护照 限制出国 文章还告诫当权者 中国古人言 以利交者利尽则散 以士交者士清则绝 以德交者地久天长 以道交者地老天荒 金之人倒念念不忘此古迅也 不要刚刚有了几个小钱 就得意忘形不知所以 忘了自己的来路和归程 中共公安部领导层最近频密调整 三个月四名高层去职 称为地震不为过 到底背后有何玄机 分析指出 习近平近期有一系列 内部管制架构的调整和清洗动作 除了应付人民对极权统治的抗争 看起来更是担忧党内中高层的反习政变 为了窝紧刀靶子 习让亲信王小红官居公安部常务副部长 兼任特兴局局长 被位公安部部长 现在公安部高层洗牌 其实是王小红提前动手 视频人士郑中原撰文分析说 从最新一名卸任的公安高层聂福如开始说起 聂原任公安部党委委员 部长助理兼办公厅主任 即是实权职位 也是公安部长赵克志的大管家 目前传出聂福如的动向有两个版本 一传调任国家安全部政治部主任 接替担任国家信访局局长的李文章 二传担任司法部党委委员政治部主任 接替离其去世的冯立军 但如果聂福如调离公安部才晋升为副部级 而不在公安部顺盛为副部长 似乎有些不同寻常 这一点与傅政华从公安部常务副部长 转到司法部升任部长 之后扁任闲职有些类似 文章指出 但结合近期公安部一系列人事调整 与其说是因为1953年12月升的部长赵克志 退休在即调走聂福如 更像是王小洪提前动手 去年5月习近平通过改组 新设一个公安部新局特勤局 由王小洪兼任党委书记 局长 这是一个史无前例的职务 这支队伍说是为保卫中共党和国家领导人中的四夫两高 以及外国访华要人 实际上是盯紧 监控 王小洪因此成为超级警霸 在目前国际国内问题计划 中共政权风雨飘摇之际 习在已经掌控军队和武警之后 对同样有枪的公安系统的连续布局 明显是在预防有人政变 文章最后指出 为了攥紧公安刀靶子 习以让亲信王小洪关聚公安部常务副部长 兼任特勤局局长 被位公安部部长 现在公安局高层洗牌 其实是王小洪提前动手 如此一来备受以重 号称超级警霸的王小洪就变得全市熏天 但是不管怎么折腾 公安作为中共政权维稳机器 维护专制政权 迫害人权的本质不变 清华教授许章润刚刚因莫须有的罪名被捕 又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白宫幕僚长马克·米道斯6日表示 川普总统正考虑针对中共 制造业和移民发布几个行政令 米道斯当地时间周一在白宫对记者说 这些行政令涉及应对移民问题 制造业和就业问题 以及与中共打交道的问题 美国需要重新设定平衡关系 但是米道斯没有透露有关行政令的细节 米道斯表示 当国会不对中共采取行动时 川普将采取行动 总统将在未来四个星期内要落实这些事情 会比拜登及其团队在过去40年中做的还要多 米道斯进一步解释 通过行政命令 我们将研究一下如何确保中国问题得到解决 我们将制造业从海外带回来 以确保美国工人得到支持 我们也将研究一些与移民有关的问题 我们还将查看与处方药价格相关的一些问题 此前川普多次谴责中共隐瞒疫情 给整个世界带来巨大损失 他在周一早上发表推文 再次表达了对中共的不满 在香港国家安全法实施后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香港时间6日 首度召开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 敲定港版国安法第43条实施细则 细则于当晚看线一日生效 总而言之 细则就是扩权 根据港府最新公开的实施细则 授权警务处及国安执法机构 7项新的权力 警务人员若有侦查与防范国安罪行的需要 警务处可在保安局局长批准下 要求外国与台湾的政治性组织 以指定方式提交指定资料 包括在香港的活动及个人资料 资产 收入 收入来源及开支等 若外国或台湾的政治性组织不从 最高可被判处罚款10万港币 与6个月有期徒刑 若提交不正确 不完整资料行则更高 最高可被判处罚款10万港币 与2年有期徒刑 此外 警务人员也可以要求 电子平台供应商 平台服务商 网络服务商移出平台上 危害国安的讯息 若供应商与服务商不愿配合 最高可罚款10万港币与半年有期徒刑 并允许警务人员取得搜查令后 直接捡取服务商或供应商的电子器材 其他特权还包括允许警务人员 侦办国安案件时 在没有搜查令的情况下入实搜查 限制涉嫌触犯国安法者离港 香港律政司司长可向香港高等法院 远送法庭申请冻结 限制 没收 充公与国安罪行相关的财产 律政司司长与警务人员得向法庭申请 要求有关人士在时间内回答问题 交出相关资料 有网友评论看着架势有人想当世界警察了 就在港府最新公开的实施细则的同时 脸书以及脸书旗下的WhatsApp宣布 将暂停处理香港执法机构 索取用户数据的要求 分析指出 美国社交巨头的这一举动 很可能导致与北京发生直接冲突 据华尔街日报的消息 WhatsApp发言人在当地时间周一表示 公司正在暂停此类政府审查 等待进一步评估香港国安法的影响 包括正式的人权禁止调查 以及咨询人权专家 脸书当天也发表声明说 我们认为言论自由是一项基本人权 支持人们表达自己的权利 而不必担心自己的安全或其他影响 与此同时通讯软件Telegram表示将暂时拒绝香港政府取用资料的要求 直到国际间对香港近期的政治转变获得共识为止 Telegram声明说 该公司过去从未与香港当局共享任何数据 长期以来 脸书、WhatsApp、Instagram以及Twitter和油管在香港一直自由运营 不受大陆互联网的长城防火墙限制 香港民众也习惯于用这些社交媒体来表达个人的政治见解 但在香港国安法生效后前几天 一些香港的本地用户删除了他们的社交媒体帖子甚至账户 因为他们担心会被中共找麻烦 有的人删掉了自己过往批评政府的文章 有的人删除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的字句 香港大学法学教授孙浩辰表示 毫无疑问 相关部门肯定会向科技公司提出更多的删除所谓损害国家安全信息的要求 新冠疫情带来的经济影响已经令人怀疑 中国能否实现今年美中贸易协议约定的美国商品采购目标 在相关采购类目中 能源似乎是最大受害者 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分析 中国在实现农业和制造业采购目标方面已经取得很大进展 但在购买石油、天然气等精炼石油产品以及煤炭方面 仍远远落后于庞大的目标 而且货根本无法实现目标 这种情况引发了美国能源行业的担忧 他们敦促美国贸易代表加大对中国的施压 以实现上述目标 举例来说 中国需在2020年购买价值约251美元的美国能源 且2021年将购买更多 而上周四公布的美国5月份出口数据显示 今年前5个月 中国仅购买了价值20亿美元的美国能源 这与北京对美国农产品和制成品采购方面的进展 形成了鲜明对比 截至5月份 中国已采购54亿美元的美国农产品 今年的采购目标是330亿美元 虽然采购的进度落后于计划 但仍然有可能实现目标 但能源的采购进度远远落后 仅为达到目标所需进度的18% 若要在接下来的7个月内赶上进度 实现协议目标 中方需要开始每月采购31美元以上的能源产品 超过过去5个月的采购总额 如今这种情况出现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美国之音报道 周一美国商会和超过40个行业协会 督促美国和中共的高层官员加倍努力 落实全球两个最大经济体 在1月签署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 这些组织表示 抗击新冠以及恢复全球增长部分 取决于美中贸易协议的落实 这也将为涉及补贴 网络安全和数字贸易等关键议题的 第二阶段谈判铺平道路 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6日宣布 由于全国各地的学校和大学正在考虑 在疫情期间如何重新开放 国际学生可能不会在2020年秋季学期 接受全部在线课程 并留在美国 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 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持非移民F1和M1签证的国际学生 如果完全在线上网课 则不能留在美国或合法进入美国 并建议仅在线学习的学生 尽快转入接受实体教学 以保持合法身份的学校 该规则还将适用于课程 在学习途中发生变化的学生 声明指出 如果更改课程选择 或需要切换为仅在线学习的学生 必须在10天内通知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 这样一来 仅上网课而留在美国的学生 可能会面临移民后果 包括启动遣返程序 宣布这一消息之际 美学校和大学一直在考虑 秋季如何安全地重新开放 哈佛和普林斯顿等主要大学 限制了学生返校 也迫使一些学生离开校园 并在整个学期都通过远程上课 以上就是今天万维独报的所有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屏幕右下方 订阅我们的频道 也欢迎您点赞 转发 分享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再见